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蔬菜鸡蛋卷 一圈一圈的特别清楚,特别风明,看着就有食欲 拉到手里晃一晃也不散 首先我们认识一下食材 洋葱,胡萝卜,韭菜,大葱花,少不了鸡蛋 碗中扣入鸡蛋 调点盐,打一个底味压压鸡蛋的腥 上筷子打散了 把这几乳食材加进来 配出颜色提高漂亮度 再次搅一搅,搅匀了 撒点面粉,增加韧性,卷的时候不容易烂 再次轻轻搅匀了,不要出现生面疙瘩 所有食材搅匀了,就是这种稠稀度的状态 煎饼趁一热,锅底刷一点油,不粘连 摇入搅好的蛋液,把它摊开了,摊匀了 拉下扇盖,让它凝固 两三分钟,打开锅盖,你看它凝固了 划一下,做一个等份,整整齐齐的我过节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我们要卷四到五次 蛋液不能扑得太厚,不然不便于成熟 然后拨到这边来,继续上鸡蛋液 继续拉下烧盖,让鸡蛋液凝固 还是两分钟,打开锅盖,你看凝固了 这个时候,我们重复之前的步骤 一折一折,卷起来 蛋液等它凝固了,再卷,再折 反复重复这个动作 就这么不勤的熊滑的摊鸡蛋,不勤的卷,不勤的折 卷好,卷后了,准备出锅 趁热,上板子,修整修整,修整到四四方方的 跟景端看,一层一层,清清楚楚的 上刀切片,切好的片,你看一片一片很漂亮 黄色的鸡蛋,镶嵌着,绿的绿,红的红的蔬菜 一圈一圈的特别清楚,特别蜂明,看着就是食欲 拉到手里,晃一晃,也不散 这样,我们的蔬菜鸡蛋卷,制作完成 关注我们,学习更多,专业的餐饮小吃创业技术 咱们下期可见